缓缓近战的这辆泰鲁格号 他曾被说安全性高过普悠马号 但现在却被爆料恐怕也故障连连 就有台铁员工出示驾驶记录表 发现10月19号TEP刹车系统异常 接着当天另一名驾驶也发现问题 写了同上二字 夸张的是问题没解决 接连三天各个司机也都写同上二字 员工还说其实从9月30号 这辆泰鲁格第六车刹车系统就有故障 台铁局却说维修配料要等7个月 但这辆列车竟继续行事 台铁回报是他跟安全比较美观 台铁他长久以来备料不足的客厅 大家质疑的ATP你们的检讨是怎么样 你们都没有提案哪有 目前检查我看他里面的内容 是没有发现异常 ATP系统近5天出现10次异常 特检结果却是没问题 立委痛批报告毫无参考价值 而另一头交通部前则聚集台铁产业工会人员 怒控台铁罔顾指安 要部长面对 交通部警派副处长出面 工会团体不满 一气血下冲进交通部找部长 交通部还紧急降下铁门 工会人员表示 就是交通部放任制度杀人 台铁长期夹开班次 人力严重不足 武士员工顾客安全 站在行车运转那边的人力不足的状况 所以说替班的人力有工作一个月 有中后加班到45个小时的部分 更有台铁猎声长爆料 台铁的便利根本是牺牲安全换来的 一辆普雍马号意外 不仅撞出硬体设备缺失 其实就连内部人员调度 也出现严重失衡 记得新闻祥 汪南越西小柱台北报道